来关注国际新闻 美国政府长期以来致力解决住房问题 但仍然有许多人因为负担不起住房费用而流落街头 首都华盛顿就有4000人无法负担住房费用而住进了收容所 这也是无家可归的人数上升到历来最高纪录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屋价和房租高昂 再加上当地贫富差距情况日益严重 好几百个低收入家庭因为无法负担住房费用 而向政府和慈善机构求助 希望能找到暂时的栖身之所 除了慈善机构设立的收容所 当地政府也在旅馆租下几百间房间安顿这些家庭 有专家相信如果当局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解决问题 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 美国房屋和城市发展部上个星期公布2016财政年的预算提案 计划增加拨款 协助低收入户解决住房问题 并非iczдерж saying